模組的定義與引用 那在node.s 裡面如果我想寫一個韓式庫 那我要怎麼做? 那這邊的範例告訴我們怎麼做? 我們來示範一次 我現在先寫一個circle 圓形的這個韓式庫 應該是物件短向的寫法,所以是物件庫 那我把它存一下,就叫circle 點.js OK 那接下來呢,我就寫一個circle test 這個是組成式 組成式 那我就在這邊 這一個 組成式circle test 那這個circle.js基本上它不會印 但是列個讓它一些東西 就是代位 選擇例子 所有的文 放手給load 然後呢 py等於access in 然後呢 anout 這個 可以建立一個新的物件 可以建立一個新的物件 by等於 new circle 物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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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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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执行一下这个设计 它模组当然也是可以执行的 而且跟C不一样 是一定组成式才可以执行 它这个每一个都是组成式的 所以每一个都可以执行 这里的拍写错了 应该是大喜 ci 是cy 这样就有印出了 i是3.040 C1.area是78.5 这个可以执行 我另外在这边测试 其实也应该可以执行 我执行的时候 我会连sircle的内容也执行一遍 因为我有require circle require的时候 它也会自动执行那些 不在副程式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这样的写法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今天如果要汇出去 给人家用的物件 我一定要用expose 这个module.expose 去指定成你要汇出的物件 而且每一个函式固的程式 都只能够汇出一个物件 就是module.expose 这个物件 所以当我用它的时候 我用require circle 就是刚刚那个程式 然后呢 你取得 以这种写法而言 因为你汇出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函数 这种其实就是 no.js的建构函数 我汇出的是一个建构函数的话 那我呼叫的时候 我就要用new 如果汇出的是一个普通物件 那我直接取就可以 就不需要再用new 所以呢 我们待会来弄个普通物件 先让各位看一下这种 这种函数 建构函数的物件 你就可以用new 的方式来执行 之后我们再看 普通物件的形犯